好 昨天晚上已经讲一场完了 那今天要再讲第二场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 让我们讲得更清楚 更清楚这样 因为昨天有时候 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觉得 怎么会跳那么快 那我今天要讲慢一点 好 那我一开始呢 我要先请大家来读一节经文 请帮我打开 那一个 这一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那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请鲁真跟伟光赶快上来 好 我们一起来读 来 坐宝座的说 好 我们读完这节经文呢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这是5782年神给我们的祝福 神说在2022年的时候呢 神不是说我要死 儿子长大成熟吗 而且神还告诉我们说 你们都这样 不要担忧 我们停在哪一个ending 大家稍微想一下想 我把画面拉回在 今年5782年 在诸鹏节的时候 我在台上所释放的信息 当时呢 鲁真就站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我就带着他 我说我们的阿爸天父呢 已经透过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 已经做成了什么 所有的一切 他已经把所有的祝福都怎么样 给我们了 所有神给我们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ending的画面 就是什么呢 耶稣现在就像信仰一样 给我们 我们就是新父 鲁真就是那个新父 他给我们四样礼物 你给他哪四样礼物 第一个是产业是吧 不是 跟我们一起说 我们大家一起说 第一个是酒 然后第二个是聘金 再来是盟约 再来 这个女生所需要的一切 就是耶稣 他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什么 酒 还有我们的 要需要的聘金 还有我们所需要的盟约 为什么要盟约呢 他就说 我就是一定会来娶你就对了 就是打契约这样 盟约 还有什么 他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 然后耶稣就怎么样 走了 好 耶稣你走了 那你还不能走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边 好 你东西 你要抱好那些东西 四样礼物 好 四样抱好 尾官可以先离开了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耶稣已经 回到天堂了 你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好 那你要在这边 好 我们来读 下一节经文 下一张PPT 好 我们来看 我们刚刚有读了 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加 阿拉法 奥美加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很清楚 因为你现在拿到这四样礼物 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用它 来 阿拉法是什么 我们也行 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他都能供应 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他都能供应 好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抱着 抱着你现在 神已经给我们的 这四样礼物 这四样礼物是什么 自己告诉自己 来 自己说 我 酒 聘经 聘经 蒙约 蒙约 还有我所需要的 我所需要的 一切 而这一切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我们 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他都能供应 我们刚刚一开始 牧师不是带着我们领圣餐吗 耶稣已经怎么样 在我们在地上 所有的一切 他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已经把这些应许 比如说蒙约 他也给你打的契约了 说我百分之百一定会回来怎么样 接你 所以他说 你们在这地上所需要的一切 我都会赐给你 所以这四个礼物是什么 我们要再说一次 把它背起来 真的很重要 我们再背一次 求 聘金 蒙约 我一切所需要的 对 一切所需要的 那这一切所需要的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我们所需要的 他都能供应 好 那再出跟中 是什么意思呢 神在起初所定下的计划 必定成就到底 我们跟着把它记起来 这很重要 很重要 来一起再读一次 神在起初所定下的计划 必定成就到底 我们再大声的说一次 告诉你自己 神告诉我们什么 神在起初所定下的计划 必定成就到底 阿妹 然后第四样 就是这个女生所需要的一切 来 是什么 满足什么 满足人里面最深的需要 源源不断的供应 不需付代价 只需接受 好 我们大家再读一次 满足人里面最深的需要 源源不断的供应 不需付代价 只需接受 好 继续在这边 可是我们就会卡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节期 或者说我们从先知这一边 领受到很多丰盛的祝福 但是我们却怎么样 不会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节经文 你还不要走 来 我们来看 下节经文 给我们一起来读 得胜的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 不幸 可证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在 罗黄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事 好 神说 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了你 就是我们一下手中 神已经预备好 所有丰盛的一切 他都已经赐给我们了 报好 他说 他给我们这些东西 是要让我们成为什么 成为得胜者 说一次 必承受这些为业 注意听 神给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抱在手中的 这一切 是要让我们成为什么 得胜者 然后承受什么 这些为业 可是重点 我们看着这些东西 现在是我们凭信心宣告 可是实际上这些东西 有没有存在 它是没有的 听得懂吗 它是没有的 可是我们要如何让这个 没有的 真实的发生 神说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他说什么 你必须要怎样 承受这些为业 得胜 你必须要先成为得胜者 说一次 必须要先成为得胜者 对 注意听 当你成为得胜者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 这些东西怎么出来 我再说一次 唯有你真正成为得胜者 你这个看不到的这些东西 才会真实的怎么样 长出来 然后当这些东西 长出来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什么 来 下一个 因为什么 后面有讲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因为怎样 神说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那这一切 他一定会让他发生 所以现在重点是 我们要如何让这个 空空的东西 真实的发生 好你继续停在这边 好抱好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我们回到刚刚的上面 他说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如何在 我们的需要上面 真实的来相信说 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他就能够完全的成就 我们要先把焦点 放在这一个地方 当我们把焦点 放在这边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经历到 好 那我们再回到 那一节经文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伟业 好 你还注意哦 你现在手可以稍微放下 你还继续在这边 因为你还没有拿到东西 你今天一定要拿到 好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这一个呢 是什么 这里讲出了两个国度 一个国度是什么 得胜者在这边 我先让你们先想一下 得胜的 必要承受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而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拿到耶稣的应许 那我们要如何 靠着神已经为我们 所预备的这一切的东西 进入到这一个地方 真正的成为一个得胜者 承受伟业 了解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国度 来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 我们现在处在哪里 拿着 胆怯 不幸 可真的 杀人的 我们一起读 淫乱 行邪术 拜偶像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的份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到这边 说这也是一个国度 说我们在这一个国度的里面 我们拿了这一些的东西 那我们就会用什么 我们会渴望用这一些东西 来解决 现在这个国度的事情 说我们怎么对都对不出来 就说神有给我那么多的应许 可是我们现在发生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你一直要用这个东西 来看你现在处的环境 你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它 可是如果你现在进到这边来 你就会看见 看见说 哇 神给我的这些东西 是要让我进到 这一个国度的里面 让我跟着他一起来 怎样 来处理这边 那这个时候 你手中的东西拿着 你这些东西呢 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东西是真实的 这些东西是什么 神都已经预备好了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他就是什么 他所定下所有的计划 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成就 我不用去看我所缺乏的 因为这件事情 他必要成就到底 所以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这个东西 好 所以你聚在这边 很重要的 我知道你要抄笔记 我今天会把所有讲义给你 所以你没有抄到没关系 好来 注意听 所以现在看着他 我们现在真实的状况 跟他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了 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我们外面是救灶的人 我们已经受洗了 注意看 我们已经受洗了 我们受洗了 我们也知道耶稣爱我们 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说的应许 可是你还卡在这里 说这是保罗说的 我每一天都要功课几身 叫身服务 我们每一天都会软弱 都会跌倒 跌倒的时候又再趴起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 我们的信息 就是要处理这个状况 处理你这一个旧灶的人 如何跨越这个旧灶 进入到这里 成为一个新灶的人 所以就是在今年2022年 神要做完这件事 神说我要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再回到 第一个经文前面 我们要一起读 来一起说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OK到这边 你听到这边 说神现在在什么 神现在站在这边 神在宣告说 他说看 看谁 看鲁真 现在所有人都看着他 神说 看 我把这个旧灶的人 变成新的了 懂吗 神他在宣告什么 他说看 看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 耶稣他 已经为我们怎样 预备所有的一些 我们现在手中拿着这一切 我们拿着这一切 神说什么 你们现在等着看 我会做一个魔术 这一个人会怎样 这一个心腹会怎样 他会变成全新的 是从里到外 全部都是新的 而且神说什么 你要把这事写上 神跟约翰说什么 你要把这件事情怎样 写上 因为 从这个旧的变成新的 这是什么 这是真实的 这是可信的 所以神又在跟约翰 又告诉他一个秘诀 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吗 就是说 他思绪约翰就看不懂 他说 这个人本来就是 是旧的 然后怎么又可以变成新的 那神就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他说什么 因为呢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加 因为我是初 我是中 因为我已经将生命全的水 白白赐给他了 所以他只要完全的领受 他就变成新的了 所以神在讲这个 当他变成新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来下一张经文 就是这张 神又说 你知道吗 你是得胜者 现在 你所看见的这一切的产业都怎样 都是你的 你现在呢 你要开始跟我看怎样 看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件事情会发生呢 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我要让人家看见什么 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的什么 儿子 神说我要做这件事 说在今年2022年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这里 这样了解吗 好谢谢 好 我们现在来 进入到下一个 下一张 好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 来我们读这两节经文 再一次 好 再来下一段 下一段 这个经文 实际上 还没 回去 就这个 好 我们都知道 我们怎样 不要胆子小 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当我们 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要做很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去跨越它 那在这里呢 神就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 不是胆怯的灵 当我们还是救灶的人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纵使我们拿着这些神的应许 注意听 我们拿着神的应许 我们在这边 我们看到收招的环境没有改变 我的丈夫没改变 我的老婆没改变 我的孩子没改变 我负债没有改变 而且负债还有多什么 负债还有加上帝洗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可是我的薪水是怎样 我的薪水是一直往下降 说你的力量就会怎样 变小 为什么变小 因为你怎样 胆怯 那你为什么会胆怯呢 我在为2022年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我说我不要每一次过年过节 每一次祝蓬节都从先知啊 像什么恰克啊 还是那些很厉害的先知说 神要给你什么祝福 神要给你什么祝福 然后你就从年头 一直很盼望很盼望 可是就像什么 人家是爬阶梯 我们是这样 从阶梯一直走下来 走下来 走到最后就觉得说 先知讲的话 永远都不可能成真 我跟神说 真的 我受够了 我在今年2022年 我一定要拿到这祝福 所以我就一直用脑筋 一直再去想 神说 我已经把经文给你了 你去看2022年 我给的经文是什么 就是刚刚说的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而且这些都成了 然后接下来 下一段经文就说 得胜的 要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然后他要做我的儿子 然后神又说 你就只有读上半段 你下半段没读 然后我就开始 把下半段放 一直看 下半段是什么 他说 唯有胆怯的 就这个跑出来 唯有胆怯的 神把他排在第一个 胆怯你胆字小 居然还可以排在 不幸可证杀人 淫乱 行邪术 拜偶像 说谎话 那些都还在后面顺序 神第一个让我看见是胆怯 所以神说 我先处理你的胆怯 然后接下来我就去查 查这经文的时候 你知道吗 来 你在胆怯的日子 你的力量就微小 真的太感恩了 注意听 我念你们听 他说没有智慧 做出正确判断 没有智慧 做出正确判断 我再说一次 没有智慧 做出正确判断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做出明智的决定 你没有办法 做出明智的决定 正确的决定 你就困住了 当你困住的时候 你一定会胆怯 所以我就被神打开了 然后神又说 他所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灵 是大能 慈爱自知的灵 下一章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胆怯的灵 是从哪边进来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 他回答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入体 就藏了起来 注意听 我们刚刚在唱 天堂敞开 天堂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里 就像我说的 我们现在还困在这 我们现在还困在这里 所以我们不会知道 你现在口中 宣告出神的话语 让你自己的耳朵 听见的时候 在你的身上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知道你现在 已经站在天堂门的正下方 而你现在有机会 站在这个地方 宣告出神的话语 而且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让你自己的耳朵 听见你自己口中 所宣告出来神的话语 你就会知道在你身上 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再来读一次 他回答 来我们一起读 他回答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入体 就藏了起来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听见了一个声音 我现在 我请 知情上来快点 比较快 然后那个是Amy 还有昆宏也可以 快点 三个人 用跑的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 这个要用演的会比较清楚 来 昆宏在正中间 他亚当 亚当 好来 你还是继续当撒旦 好来 他是神 好 他是亚当 发生了神 我是夏娃 你们都知道丁霍宏怎样 很怕我 只要我说什么 他就怎样 他就听我的 好 我现在跟他怎样 我现在跟他交通 他就告诉我说 有一个苹果 他说你可以吃 我们都讲苹果 卡通里面不是播苹果吗 他说这个苹果好吃 这个苹果好吃 这个苹果好吃 OK 这个苹果好吃 我很爱我的老公 我也要给我老公吃 老公 真的真好吃 好这样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都只有看见吃 其实不是 注意听 原本他是跟神在一起的 来 他所有的知觉 都是从神来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神就已经把他的城市 全部进入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这一台 你就把他当作 他现在是一台电脑 这一台电脑呢 从头到尾下载的都是 原版的 原版的城市 原版的 原装的 不是盗版的 一个原装的 全部都在 这里了 好 这个时候我听他的声音 然后我拿过来给他吃 所以他现在接受了什么 对 他接受新的城市了 就是一个有毒的城市已经这样 进到他的里面 这个有毒的城市 已经开始在瓦解原装的城市 原本装在里面的城市 他已经破坏了 所以在他的里面 有原本好的城市 但是这一个城市 已经进到他的身上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也就是来 你现在就过来 所以他现在就会 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进到这边 你要继续跟他在一起 他在这边 所以纵使你现在拿着 你手上抱着四个礼物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四个礼物 注意他 这四个礼物在他的身上 可是如果他还是 一直接受这个声音 他这个礼物 永远没有办法被释放 但是有一个方式 神在这边 神说我爱你 神说我已经把 所有的一切都怎样 给你了 对 我爱你 所以他现在唯一要 挣脱的是什么 他不爱你 对 他要挣脱的是这个声音 但他如果挣脱的时候 他就可以怎么样 回到神的爱 就可以跨越了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 我们要来解读 我们要来解除这个城市 所以注意听 神说我早就预备好 所有的一切 让你可以在这里 完全的被解读 你要在这里会进行一个 解除的城市 你要再安装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什么 是他来的城市 从他来的城市 所以我们只要了解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里 来 你现在过来这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在这个地方 这个思维 所以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 还是一直放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听得懂 好 谢谢 然后我们再回座位 好 谢谢 好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写下来 我们人的心思 必须要有一个 从我们所在的世界里面 解除城市的过程 这个一定要写下来 而且要记下来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在这一个位置里面 有一个解除 这个有毒的 这个有害的城市 在这个解除的当中 他是要等候的 他是要有一个时间性的 可是重点是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等候 我们等不下去 所以现在大家懂了 好 那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 神的国度 神的知觉 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 耶稣说什么 这是耶稣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也不是 下一章19 49节 先下一章 对 这一个 来 耶稣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只照样做 好 这个比较重要 来 再读一次 只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能看见父所做的 因为父所做的事 只照样做 再读一次 很清楚 要很清楚 来 再读一次 只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只能做他父 见父所做的 因为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说他只能做 只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 所以刚刚我们在读的 21章启示录里面 从5到8 神在说什么 得胜的 他说我已经为你预备好 所有一些解读的程式了 这个解读的程式呢 在你的身上呢 已经正在运行 你只要under在这个解除的程式的里面 你不要害怕 你要相信你在 你在解读的过程的当中 在这个时间的过程的当中 我一定会做成这件事情 然后你一定会得胜 因为我的计划是完全的 当你一得胜的时候 你就要进到我 这一个位置里面 什么 得胜的 你就开始看见 原本 我就是预备好 要给你的产业 这是属神的产业 然后这些事情会开始发生 你就开始会经历到说 我是你的神 你是我的儿子 神在讲的是这个 那我们来看 二十节 关键 好来 一起读 大声一点 来 外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只给他看 还要将更大的事 只给他看 叫你们稀奇 好中文版 中文一本 来再读一次 原来父喜爱子 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他看 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给他看 使你们感到惊奇 所以原来什么 这边有没有讲一个 原来 所以说父做的这些所有东西 他说我白白的给你 你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 从头到尾的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原来父喜爱子 说现在你来跟自己说 父爱子将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怎么样 指给我看 自己对自己说 下次对自己说 现在对自己说 来我们一起说 原来原来 原来父喜爱我 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我看 还要把你这些更大的事给我看 使我看 使你们 使你们 看到惊奇 所以这就是神跟约翰所写下来 他说 看啊 他说看啊 我这样一切都更新了 只因为 他是我的孩子 我喜欢他 我爱他 我要做成这件事 所以现在在顶里面 再读一次 原来 原来父喜爱我 我 再说一次来 原来父喜爱我 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我看 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给我看 使我们感到惊奇 使外面的人 就是使你们 使外面的人感到什么样 惊奇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地方 让这个解读程式 在我们身上 一直不要被中断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拿手机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不能下载程式 他说什么 电不够 他说行李先插上电源 他才可以开始执行程式 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的时间要怎样 是要充足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电要充足的 神知道你在这个地方 在解读的过程的当中 你所需要的一切 他都已经为你预备好 所以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 父爱我 我的老公不爱我 我的老婆不爱我 我的小孩让我很伤心 很难过 我的老板没有看见 我那么厉害 我做这么多 他都没有感谢我 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怎么样 没有任何成果 你是选择让这个声音 来中断 你再解除程式 还是你要宣告说 原来阿爸天父他很爱我 阿爸天父他爱我 他现在在我身上 正要行作大事 我现在还在解读程式的当中 所以我现在看不到 是正常的 可是当我下载成功之后 开始会有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发生呢 因为父爱我 他要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让我看见 因为他要让我来治理这一切 把这些所有的混乱 全部都处理掉 父爱我 我要继续怎样 下载 下载什么 父的爱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再回来这里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经验 当恐惧害怕抓住你的时候 围绕在你四周围的都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Amy 其实她就已经在你的四面环绕 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感觉是真实的 但是你要从里面 你要宣告出来 父怎么样 父他爱我 耶稣他已经做成了 刚刚牧师已经带我们 在做领圣餐的 他说什么 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什么 打开了这个通道 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 父就是爱 所以你要先感受的是什么 爱 跟我一起说 爱 当你困在这边的时候 你要说什么 父爱我 父啊 你让我现在来感受到你的爱 而这个时候就会开始发生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 好 那个我等一下再讲 我先跳过来这边 下一章 雅各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经文 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 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 我是耶和华 你有小不乱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知道我成全了 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说 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惧怕 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OK 这个经文大家绝对都不陌生 因为这边有新朋友 所以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故事是在说 雅各是弟弟 然后有一个哥哥 叫做乙嫂 雅各跟乙嫂在争什么 在争遗产 家产 就是要从爸爸的手中 夺那个家产 然后这一个雅各 他就很顺利的 从哥哥的手中 骗到的这个财产 说这个财产他拿到之后 那个谁 乙嫂会不会放过他 乙嫂当然不会放过他 因为这原本是属于乙嫂的 所以雅各就怎么样 他就跑了 然后他一直跑跑跑 他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很累 他就睡在这边 他就说哇 不行了 累昏了 从早上一直跑跑到现在晚上了 先睡饱 明天再讲 明天起来再继续跑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呢 他看见了神 而且他看见什么 耶和华站在哪里 站在梯子的上面 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那神就说 我是你 你阿公的神 然后我是你爸爸的神 然后我也怎样 他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会保佑你 他说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都会保佑你 而且怎样 我会带你回来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直到我成全 向你所应许的 你没看到 我是初 我是终 神所定的计划 然后接下来 雅各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的时候 他说什么 哇 耶和华果真在这里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 只有停在哪里 停在知识 他就停在知识 今天早上 牧师还特别跟我讲 他说那个惧怕是什么 那个惧怕呢 就是当 雅各第一次 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因为他对神的认识 对这个天堂门被打开 这是他第一次经历 可是他停留的是在哪里 停留的是在这边 他对神的认识不是很多 说他也不晓得 什么叫做父爱子 原来阿爸天父是喜悦我 他现在已经为我 打开天门了 他现在已经要赐下天使 来帮助我 他完全不懂 他只有怎样 他只有在那边 摆了几颗石头 他说原来这边是天之门 然后就这样 就跑了 他就继续跑 你们知道他跑多久吗 跑20年 跑20年之后 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天的门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天的门 我们先来讲 亚伯拉罕跟以撒 亚伯拉罕 以撒 神把他带到那块地的时候 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 你看 这块地多好 我要把这块地给你 那他就很开心 很开心 亚伯拉罕就这样 亚伯拉罕也睡着了 睡着之后呢 第二天一起来 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这块地是什么 是饥荒之地 大饥荒 好 这件事情呢 以撒有没有发生过 以撒也有发生过 以撒得那地的时候 那一年的饥荒是什么 比亚伯拉罕的饥荒更大 神透过饥荒 来让以撒 让亚伯拉罕来看见什么 天的门 其实是为他敞开的 我们可以看到以撒 以撒不管去到哪边 他挖的这一个井 就被别人抢走 他再挖第二个井 又被别人抢走 再挖第三个井 又被别人抢走 一直在抢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一群抢他的人 跑来跟他讲说 请你原谅我们 你绝对不可以离开我们 因为他们看见什么 神与他同在 其他就是什么 天的门 已经为要打开 而这是什么 长子的祝福 雅各不知道 什么叫做长子的祝福 我们很多的人 就是不晓得 什么叫长子的祝福 还记得演兵在这边演的 以地撒吗 以地撒 以地撒在这边 然后那俊伟在这边 他就一直拉着俊伟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然后他们在这台上 转了好几圈 大家都在一直笑 还有印象吗 以地撒 好 以地撒抓着以地亚 他说什么 你不可以离开我 你不可以离开我 以地亚就说 你到底要干嘛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你为什么不让我离开 以地撒说什么 我要双倍的祝福 你若不给我 双倍的祝福 愿感动你的灵 加倍感动我 如果你不给我 我不让你走 因为为什么 以地撒 他想要得到 长子的祝福 说一次 以地撒想得到什么 长子的祝福 可是 以地撒 他很幸福 以地撒有谁 以地亚 以地亚跟他讲出一个关键 以地亚说什么 除非 看见 所以 当神把以地亚带走的时候 以地撒他看见了什么 我父 我父 有没有看见 他喊了一句话出来 我父 我父 他还看见什么 战车 马车 看到天使 所以当他看见的时候 他的身份 就已经回到这里了 他的身份被恢复了 他拿到长子的祝福了 他拿到长子的祝福了 当他拿到长子祝福的时候 他转过身 约旦河就马上这样 为他打开 他过了约旦河之后 这一块地土完全受咒诅 但是他一按手在这地上 他撒盐在这地上的时候 这块地土被医治 从头到尾都是什么祝福 长子的祝福 你们这样懂我在讲的是什么吗 所以我们不晓得 长子的祝福是什么 雅各就是因为 不知道长子的祝福是什么 他受苦了20年 但是尾利沙 由尾利亚带着他 所以他知道了 什么叫做长子的祝福 然后下一张PPT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个 好 眼面不在 眼面在吗 眼面不在 在 眼面上 眼面在哪 好上 我刚刚一直没有看到你 好来 眼面上来 大家在这边 当他看见父亲的时候 手举高 当他看见父亲的时候 他已经进入到哪里 你在这边不要动 他已经进入到这里了 父亲已经开始让他看见了 所以他转过生来 他现在转过生来 他现在把水打开打 打水 好 当他跪下去打水的时候 注意听 来你跪下去打水 他跪下去打水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是父神做的还是他做的 说一次 大声一点 对 为什么他可以看见 我们刚不是有读吗 原来 原来父爱子 父要将一切父所做的事情 让谁看见 让子看见 然后子看见的时候 子就照做 照做的时候来看 现在所有人都什么 哇 你们要配合一下 你们要说什么 哇 这样了解了吗 好 接下来他就继续起来 好 起来 起来 他到这边的时候 他要来医治什么 来 他在这边要医治什么 受咒诅的 对不对 这个受咒诅的在这边 然后那时候一些血清站在这边 他们就说 伊丽莎伊丽莎你看 这些都很好 都很好 对不对 你看这地多好 很棒 对不对 可是都怎样 果子 不熟 耳朵 那他是听 这一些人地上的话 还是他继续 看着父神 他是继续看父神 还是他来回应这边 他继续看父神 就他看见父神的时候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父跟他说什么 把言来怎么样 撒下去 说他现在做的事情 是他做的 还是天父让他看见的 说做人是谁 是天父 好 所以你站起来 所以他已经在哪里 他一直在哪里 得胜者 他是得胜者 得胜的 他要做 我的儿子 有没有 得胜的 他要怎样 看着这边 他要承受 这些产业 说神 大家承受 你不要动 说神让他承受的是什么 神让亚伯拉罕 让以撒 让以利沙 让约瑟 让雅各所承受的什么 饥荒之地 说一次 混乱之地 一切都是不OK的 说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乱七八糟 对 说你看见你老公怎样 你老婆怎样 你孩子怎样 一点都不要觉得很奇怪 因为那叫正常 懂吗 可是神说 看 神说看 我现在要你一起来 现在我要来治理这地 说的是什么 注意看 神开始在治理了 神在这里治理 他就开始跟上 跟过来 说他是在谁的后面 他已经在我的后面 是我在治理 你 跟着做 好 这就是长子祝福 来 他在这边 你归下 什么叫做长子祝福 注意听 俊伟不在 我现在先当 以利亚 以利亚 他看见了什么 他一直都看见 以利亚行神机 行神机 行神机 所以他就一直抓着我说 你绝对 不要离开我 因为我也想要跟你一起 行神机 行神机 所以神就把 以利亚带走 好 你不要动 以利亚 他在那边 他现在 要看见了什么 看见以利亚 所看见的那一位 当他看见 以利亚 所看见的那一位 以利亚 所看见的那一位 在他的前面 长子的祝福 已经进到他身上 所以他现在站起来 这个时候 他要行使什么 君王的职份 和祭司的职份 我们看 祭司的职份是什么 说 将什么 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现在转过来 这些学青 不是跟他讲说 这地都是咒诅 你看这边都乱七八糟 然后他怎样 他就要把我们的问题 带到神的面前 他要求问神 说他的位置在这边 他求问神 当神告诉他之后 他要做什么 把神的祝福 将神带给人 就是要把神带给人的祝福 也在他身上怎样 转过来 释放 好 接下来 双份的 来 手打开 双份的 这就是 雅各 来到 以扫跟雅各 之间的那个征战 以扫说 你把所有的祝福 都给雅各 骗走了 都没有东西 可以留给我吗 他说 没有了 全部都没了 为什么都没了 因为 你站着不要动 来 打开 掌子的祝福就一个 打开天堂门 跟我一起说 天上的祝福 注意听 天上的祝福 透过他 开始释放到地上 双份的祝福 而且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把它抄下 这是今天神特别提醒我 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神说 这个东西 你首先放下 不然你会很辛苦 这个我给它特别抄下来 注意哦 神的原始心意 注意听 神的原始心意 就是说 神在这边 祂原始的心意 要向这个人来写明 来 神说 神的原始心意 是要将天上的一切 全带到地上来 写下来 神的原始心意 是要将天上的一切 全带到地上来 来 手打开 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要将这天上所有的一切 带到这地上来 这是神 原始的心意 然后接下来 祂要使全地成为天国的延伸 使全地成为天国的延伸 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说 这边是神 这样好的 天国 天国在这 天国在这 祂要透过这个长子 使全地 看到天国的延伸 而这一件事情 在谁的身上 发生呢 大卫 说一次 大卫 以前我们在都神学院的时候 乔美文老师呢 就叫我们在这边 他说你要把它画出来 我看那时候真的画得超级无敌痛苦 到最后都是去抄别人的 真的画不出来 他说你要把神 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图 地图 把它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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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出来 就说到哪里 你看到现在我都讲不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我完全搞不懂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界 是到哪 他说你要先把它画出来 你画出来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神的心意是这样 但是大卫 来 大卫很厉害 他把那个版图怎么 超越 神只有跟亚伯拉罕说 比如说 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我把桃源给你 我们就把桃源画出来 开心 桃源是我的 好 这个大卫呢 更厉害 他说什么 桃源是我的 新北市也是我的 基隆也是我的 中立也是我的 苗栗也是我的 台中也是我的 高雄也是我的 神说什么 yes 你做得很好 长子 长子能够贴近神的心 说这叫长子的祝福 说以利桑他懂了 那今天耶稣已经做神了 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什么 他要将以利亚的灵 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他要使天父的心 他要使天父的心 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天父 神现在要做的 就是这件事情 谢谢 好 所以 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 解除城市的方式 来直接跳 跳下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 对来 耶稣说什么 我们一起大声说出来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 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 刚刚我们在顶圣餐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了 耶稣已经打开了这条通道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顶兽 来下一张PPT 耶稣说什么 来一起念出来 这个奥秘 在别的世代并不显明给人类 不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 给了他圣使徒和先知们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成为共同的继承人 同属一体 同蒙应许 我们再读一次 把这节经文刻在你的心板上 再读一次 这奥秘在别的各世代并不显明给人类 不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 给了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们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成为共同的继承人 同属一体 同蒙应许 所以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现在借着圣灵 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一群外邦人 所以我们可以像伊丽莎一样 来经历到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 可是他关键在什么 圣灵 来我们看下张PPT 下张PPT 5782年 在5782年的时候 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 他要赐下圣灵 来我们一起读 并且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OK 他说什么 神今年要释放更多的恩典 更多更多使你们无束可容的是什么 是启示 不是让你赚钱 不是让你的儿子女儿考上台大 或者说让很多事情发生 不是 神说什么 我要打开你的眼睛 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恩典有何等的指望 然后下一张最重要 来快点 下一张 好 知道什么 来一起读 恩膏的运行 是限制在神所定的时刻方式 地下 还有什么 地点 好 写下来 这个很重要 你们要想一下 神说我要释放恩膏 打开你们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恩招是什么 这个恩招是什么 是让你看见恩膏正在运行 神要释放圣灵 进到你的身上 让你从这一个的状态的里面 你在这个状态的里面 你能够挣脱蛇的声音 你能够挣脱恐惧的声音 你能够被圣灵引导 进入到这个位置上 让你知道说阿爸天父有多爱你 他要让你一起来治理这地 而且他要让你知道精准的时间 还有地点 还有方法 还有策略 这就是雅各在受苦20年之后 他能够从拉班的手中被释放出来的 用策致富的方法 是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在这里 但是这个恩膏在运行的时候 是限制在神的时间表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引导 如果我们一直困在这边 你一直去回应蛇的感觉 神的跟你的对话 你一直在说我现在很痛苦 你知道吗 你完全都不了解我的感受 就像我在牧养的时候 像那一天 这个很重要 我一定要快点讲 那一天呢 我有 就是我在牧养一些人 然后他们就跑来 就直接跟我讲说 为什么神就只有祝福那个 我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 忘记了 不好意思 树荫 对 为什么神只祝福树荫 你看 神让他吃得那么胖 你看我吃 我看我吃到现在 我永远都追 没有办法追到他 为什么神就只祝福他 那神还是让我受成这样 你看 我站在这边 才30公斤不到 你看他 一看也知道100公斤 为什么 树荫姐不好意思 用这种方法来形容 我们一起努力 我也是 我今天要减10公斤 所以当他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站在这位置上 我也开始被搅动了 我说对啊 神你怎么这样 为什么神你只祝福他 我们也有十一奉献 我们也有传福音 我们也有开幸福小组 我们什么都做了 为什么祝福都给他 为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怎样 注意听 我就跑去找牧师了 我真的到牧师那边 在那边 我说牧师我很困扰 我说我真的非常困扰 为什么神只祝福他 神都没有祝福他 然后我就这样跟牧师讲 然后牧师也可能认了一下 然后牧师就回答我 注意听 当我站在牧师面前的时候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牧师当时跟我说的话 我都不接受 我完全不接受 我都说什么 我也都知道啊 我也都知道啊 你现在跟我讲的 我也是在这边跟他们讲啊 我也是一直讲一直讲啊 他们根本就不听好吗 他们就把我打趴 所以我现在知道 打趴趴在哪里 我趴在你胸前了 一直说 你的屈场已经被外面打趴了 你换你擅长 你出去打赢他 出去打赢他 我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注意听 这个是要操练 原来怎样 父喜爱我 父喜欢我 然后很特别 就在我跟牧师在那边对话说 我真的很困扰 等那一上那 注意听 我刚讲的 你要先感受到神的爱 你要先感受到神的爱 人的话语 你想要在人的话语上面 找到答案很难 但是你要去感受到神的爱 我就在跟牧师在讲的时候 就那一个 我不会讲那个感觉 那个氛围 就在我跟牧师在说话的当下 好像慢慢的 我就听得懂牧师在说什么 一开始牧师说的我都不OK 可是久了之后 对 牧师好厉害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样 然后我就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很满意 我当然就走到门口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跟我说什么吗 圣灵说 我喜悦你 现在做的这件事 我就停在那 你怎么会告诉我 你喜悦我现在做的事呢 神就说 你从这个地方 你已经被解除成事了 当你被困在这边的时候 你去找谁 你去像以利沙一样去找以利亚 我来到这边 神说你转向 你没有困在那 你转向 说告诉我们自己 今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转向 来说一次 我们要转向谁 以利亚 找谁 找你的小组长 找你的区长 找你的牧师 往上找 我给你保证 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不要企图希望 从他的口中 给你的答案是满意的 但是你先怎样 你先转向 你先转向 我给你保证 你会遇见神 所以记住 恩高的运行是什么 是被限制 被限制的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敏锐圣灵 好 然后再来下一张 我们一起来 下一张 来 重点来咯 我们要来解成师了 来下一张 来 岂不知你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垫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一起来读 岂不知 你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垫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 住在你们里头的 也就是什么 圣灵已经住在哪里 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什么 来念出来 不敏锐圣灵的原因 要找出来 将他拆毁 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找到你没有办法 敏锐到圣灵 他现在正要帮助你跨越 让你看见 父要你所看见的 把神所要做的事情 同时释放出来 就像我刚带着你们做的 神走在以利沙的面前 神举起右手 以利沙就举起右手 你一定要想说 你为什么困在这里 一定有一个谎言 说今年你一定要去 在这个地方去思索 思索什么 你没有办法得到 长子的祝福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被圣灵引导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亲近神 不管是读经还是祷告 还有来到这边聚会 你们知道吗 每一个礼拜天在崇拜的时候 这里是天堂们正在敞开 在敬拜的时候 圣灵他正要释放 可是却没有办法 我再说一次 我昨天晚上坐在那边的时候 我一直哭 其实我已经快要不能上台讲信息 因为什么 我看见圣灵 圣灵已经把神的祝福 盘踞在哪里 盘踞在我们的上方 你们有没有看过飞机 飞机他要降落下来的时候 当我们从国外回来 从国外要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桃园国际机场了 结果我们就听到那个广播 就说什么乌云很大 还是什么暴风雨 现在不能降落 说那飞机就只好在空中 一直盘旋 一直盘旋 没有办法降落 他必须要等到什么 乌云 乌云散开的时候 这个恩高才会降下 而那乌云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你的负面情绪 你的负面想法 这一切的谎言 仇敌已经团团的围绕你 可是你却去回应他 你却不知道要来赞美 你只要赞美什么 负他喜爱我 他要将他一切所做的事情什么 只给我看 叫众能稀奇 因为这一切耶稣都已经做成了 根本就无关乎我怎样 就算我今天不圣洁也没关系 因为什么 耶稣他爱我 他一定会让我从这个 不圣洁的状况里面 被释放出来 我就是这样相信他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已经快要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方法 我们直接跳 来 下一张 19章 我们要如何来破除 这一个谎言呢 这个写下来 这个很重要 这是大脑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你们都会上网 Google 好来 最快的方法 就是看见 现在 你里面的这个信念 这一个声音 是不正确的 这是最快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是 看见 现在 你困在那里面的 这个信念 是不正确的 你只要知道 它是不正确的 会发生一件事情 大脑会 马上 重新洗牌 我们的大脑 会马上 重新洗牌 你只要 发现的那一刹那 你的大脑 就开始洗牌 当你的大脑 开始洗牌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回不去了 就像你已经 enter下去了 你没注意到 有些孩子 我正在弄些东西 他就给你enter 然后enter就丢 垃圾桶 然后就 回不去了 有一天 我们家女儿就是这样 他不小心 按了一个东西 然后全部都回不去了 他就一直哭 他哭得很大声 他说我不管 我要把他叫回去 他爸说没办法 回不去了 所以我再说一次 你一定要靠着圣灵 去辨识出 现在在你里面的信念 有哪一些的东西 是让你感受不到 圣灵 没有办法看见 父神所做的 你要怎样 发现出来 只要你一发现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洗牌 一洗牌 回不去了 你就会进到这边 所有方法是这样 第一个 来看一下 这一个表 这个表是我自己的表 你们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就是说 我自己就花时间 来到圣灵的面前 圣灵就歧视我 我就困在这 注意听 我 我真的不能再追求完美了 真的 追求完美会害死人 真的 扫地 我就是那么洁癖 我就是要扫成这个样子 然后丁昆宏只要一靠近了 他就死得很难看 因为他把这个地方弄得很脏 我的焦点困在哪 我困在这 我不要这样 我不要这样 我不要害怕 我不要胆子这么小 我要很有创意 我就停在这 完全停在这 我停在这的时候 我就看不见 父神 他所创造的我 说这是我自己的表格 好 再来下一张 我们一起来读 接下来呢 这是我这些年来 后来我终于操练出来的五个方法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怎么做 来第一个 一起读 OK 这个时候要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内在 而不是把注意力 放在让你生气 或者让你讨厌的 那件事情上面 我跟你讲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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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只要告诉自己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圣灵在我的里面 我现在的注意力 是要放在敏锐圣灵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做第三步 来 一起读 观察自己此刻肢体动作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体上面 试着去看见自己在想 即观察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能倾听那个脑袋中 喋喋不休的声音 你就是观察你的思想 这样懂吗 注意听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身体上面 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那个声音 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你里面会不舒服 你会没有力量 你在那时候 你困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体可能就是颤抖 或者你的身体 就会发怒 你的身体 好像有一些的能量 已经开始在酝酿 好像那个火山 已经即将要爆发 你这时候 你就会察觉到这个东西 当你察觉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继续怎样 来 再读一次 第四个 继续 观察 像什么 观察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能倾听 那个脑袋中 喋喋不休的声音 你就是在观察你的思想 对 当你可以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刚刚鲁针抱在这边 你就会看见 神早就预备好所有的一切 你会转过头 你会对那声音说什么 撒旦 推我后去 你才能够进入到这 然后最后重点 第五个 打开 好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很多人 可以做到刚刚的 一二三四 我再说一次 我有观察很多的基督徒 包括我自己 勉强做到一二三四 都没有问题 可是这一关很难过 来一起读 千万不要批判自己 或为自己的情绪辩护 甚至为自己的行为 自圆其说 听到脑袋中 喋喋不休的声音后 带着理智和爱 去观察它 它只是一个思想 不代表你 不要认同 不要批判 只是看着它 允许它存在 全然去经历它 不要抗拒 你就会发现 困住自己的信念 和经历圣灵的启示 好 在这边 如果你可以过前面的四关 你就要进入到这一关 进入到这一关 会有一些难处 注意听 你这时候已经进入到 这个位置 圣灵与情欲的灵相争 这个刚刚我就有经历 刚刚牧师就来找我 他说我要提醒你一下 刚刚那个雅各那个地方 当牧师一说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里面就一个力量出来 我就跟牧师说 牧师其实是怎样 我就开始留心了 然后我就安静 然后我就听牧师说话 然后听完牧师说话的时候 就这个东西就跑出来 我就说什么 我不要辩论 我要闭起来 我不要为我说的什么辩论 我完全不要 我要继续怎样 我要继续的去看 因为当我刚刚一说的时候 我可以察觉到 那个意念不是从神来的 牧师说的才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就安静下来 我说神 你要透过牧师要跟我说什么 请你现在 更多的打开我的眼睛 我要来经历你的启示 接下来神又打开我一个眼睛 然后让我看见神 通过牧师在跟我讲什么 可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讲这个 所以我要说的是 这个要怎么样 操练 来最后下一章 来 接下来你就可以怎样 当你可以做到第五点的时候 刚刚那是第五点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里 一起说 尽可能怎样 更多的时间 等候圣灵在心中重新创造出肯定自我的句子 然后附送给自己听 神的话语会使你有勇气 有力量做出正确的改变 说这样了解吗 你要尽可能怎样再说一次 尽可能给圣灵怎么样 更多的时间 等候圣灵在心中重新创造出肯定自我的句子 然后附送给自己听 神的话语会使你有勇气 有力量做出正确的改变 注意听 你困在这里 你是不舒服的 可是你可以越过刚刚前面的五项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你就会开始听见圣灵跟你说话了 我们很多的时候熬不到这边 我们又怎样 就起来了 就像我 我说丁昆宏你给我过来 我就马上就冲出去了 这一关很难 但是你要努力 你要告诉自己 我要听见什么 我要听见圣灵跟我说话 你就是在那边等 当你在那边等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当你一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要一直不断 就像我刚刚说的 当你拿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要在你的口中宣告出来 而且你要宣告给谁听 你是要宣告给你自己听 不是给别人听 不是跟他说 丁昆宏我跟你讲 神叫我跟你说什么 No 神在说什么 神在给我听 你就一直用神的话语 一直宣告 宣告到什么 宣告到你自己的耳朵 听得清清楚楚 而且已经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已经有一个能力 在你的身上释放出来 而且你已经看见一个具体的方向 来下一张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怎样 来大声的读 勇敢朝着圣灵启示的具体行事行动 圣灵的能力在你转念的那一瞬间 成为跨越转机 翻转时机的催化剂 而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一开始前面读的那经文 那个谁你不用动 我念出来就好了 你在患难之日 你必胆怯 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智慧 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没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 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见 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状况 所以你怎样 你没有办法做出明智的决定 你的力量一定会衰微 因为你怕做出错误的决定 而神说什么 我所赐的灵 不是胆怯的灵 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灵 这时候你才会真正经历到圣灵在你的身上 开始做那奇妙的工作 而最后 这个最棒的 来打开 我们一起来读 让来一起读 让圣灵建构大脑神经网络 仿佛之画面或经历 在现实中已经发生过 这样做将使大脑升级 成为非常强大的神经网络 让我拥有更好的思维 创意洞察力 分辨力 各样属天的智慧 恭喜你 你这个时候已经下载完毕 解读程式在你身上全部解除完毕 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完成了 所有在你身上对你有害处的 一直在吞吃你 如同那个癌细胞 在吞吃你的所有有毒的程式 完全被解除了 你的大脑已经生气了 升级了 你已经进入到这 你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这一切的产业 是神要给我的 接下来 下一章 来一起读 懂吗 所以撒旦是要为神的儿子怎么样 效力 你站在这 撒旦四面环绕着你 负面的思想环绕着你 如果你接受这些负面的思想 你就是让这个外力怎么样 冲破你 你的生命就此怎么样 终结了 但是神说你会在这里 有一股生命 就是我们常说的 住在基督里的 就怎么样 就成为真正新造的人 他说如今我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有一个圣灵在你的里面 将耶稣的生命生出来 所以神说什么 看啊 我这样一切都更新了 神说我这样一切都更新了 神说这些都是可信的 都是真实的 神说因为我爱他 所以我是阿拉法 我是初我是中 我在他身上就是为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然后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读这节经文 这是神的终极计划 我们站起来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 跟你左右两边选一个人 告诉他 神要照着那能使万有 都服从他的力量 改变你这卑贱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 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跟你左右两边就说 让神实万有都服从他的力量 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要与那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请敬拜团来到前面 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